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俄乌的事情也让台海 让这个全世界都开始注意这边 是不是也开始紧张起来 因为其实对于中国大陆来说的话 他们接下来的这些军费 这个军费量是增加了7.1% 在这个大陆的两会上面 他们敲定了这一个方案 而且要建构武器 现代化的一个管理体系 大概预算是1.45兆的人民币 甚至连德国的外交部长 他们讲说接下来中国 才是真正的一个挑战 俄罗斯搞不好还没有这么大的一个威胁 这是当然是德国的一个论调 这也是在自由时报上面刊登出来的 同时之间中央社也讲说 日本也有做一个民调说 将近九成的日本人 对于中国可能会犯台 感觉到有一点不安 甚至还讲说北京是不是会借由 这一次的恶务战争的胶着 借机壮大影响力 当然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论调讲说 我们不能够小看说台海这边 也有可能会有危机 但是我们自己有准备了吗 今天有看到相关的 比方说这个自由时报报导说 全民的国防课程 现在学生投入非常热络 还可以抵一些学分 但是学者讲说 疫情必须要延长 训练要改革 这恐怕才是根本之道 如果光是这个全民国防课程 恐怕是没有办法真的学到些什么 这个刚等一下将军 我们可以来问一下 再来国防部也讲说 现在这个民航机侵扰外岛 所以我们要增加我们的空防压力 那东影的事件 让大家非常瞩目说 我们难道没有任何的一个 就是回应吗 那军方说 那可能是因为这个共机 它是迷航 所以我们就没有做出 相关的一些反应 而且要避免开出这个第一枪 避免擦枪走火的发生 但是在这个乌尔战事影响之下 像国安会跟参谋本部 有言理说我们要强化首都圈 反斩首的能量 所以我们这些海龙蛙兵 是不是要回防本岛了 现在计划要把这个 金马鹏外岛的一些 陆军航特部两栖侦察营 全营要调回本岛 甚至进驻到淡水河口 我们有大致上去问一下说 现在目前这个海龙蛙兵 大概是350人 350人就可以阻断掉 这样子的一个斩首能量吗 也让大家觉得 这可能我们要请教一下专家看看 给我们分析一下 但是他现在海龙蛙兵的这个作用 是不是有一点模糊了 因为过去海龙蛙兵 好像作战的角色跟定位 是比方说反攻大陆 或者是跟大陆短兵相接 抢贪夺岛的一个前锋任务 所以转攻为首 这攻写错字 转攻为首 真的是用对的地方 他如果变成一个防守的姿态 好像跟他原本的训练的过程 养成过程有一点不太相同 所以很多网友听到这样的消息 有讲说我们是直接要把我们的里岛 统统都不防守了吗 统统都撤回来了吗 金门只剩高粱久了吗 还有说这个金门绝对会投降 不要放太多军备在那边 不知道是不是绿营的一些 测译讲的话 还甚至讲说金门就当作舍岛了 打赢再收回来就好了 所以现在是要直接 我们就不守外岛了 我们直接就守首都 可是问题是这样子的一个 海龙蛙兵来守首都 真的守得住吗 我们来问一下讲局 对 我们可以知道整个 包含外国人都比我们的紧张 因为当局者迷 旁观者轻 所以日本人他有这种说法 日本的民调 近九成的日本人说 中共可能这个武力犯台感到不安 那个澳洲的总理也是 Morris也讲 这个2027很快了 这个中共会武力犯台 也是这么 美国的印太司令部指挥官这么说 美国的这个国防部 他也是这么讲 换句话说只有我们比较那个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为了 这个国际的投资 不要让他投资的资金撤离台湾 好像台湾不稳定 因为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来讲 最危险的地方是台湾 这是外国 所以他们旁观者轻 我们当局者我们不见得知道 当局者有时候会迷 变成这种状况 所以我们有必要 因为老公讲得很清楚 聚焦台海备战打仗 不是都这样子讲吗 我们宁可信其有 我们都要不可信其无 不然我哪一天的时候 这个状况真的发生 我们还措手不及 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们一定要做 在这个精神动员这方面 要做得很好 至于这个疫情延长不延长 这些我认为 这个疫情做这些 我们要先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的思想武装 跟心理武装 我们现在心房 我认为做得不够 因为敌人不会打过来 大家都这么认为 这是最危险的 你如果不认为不会这样子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这个很重要 我认为我们的思想武装 我们的心理武装 我们的精神动员都还没有做 哪有像打仗的样子 你到任何县市 到各个街头去看 没有像这歌舞升平 这一路平穿 没有问题的 大家都这种想法 这反而是危险的事情 因为刚才讲过 因忧起胜多难新邦 想到会打仗 你才会有这个战力 结果免疫是一样的 你想要戴口罩 你就可以防疫 你认为 因为你怕感染 这个就对了 你会认为不会 不会就危险了 现在我们来看 整个海龙蛙面要过来 我认为这个 海龙蛙面毕竟 它这个杯水车薪 我们看我们台北市 我们台北市的弱点很多 我们不自动远于南部 因为工具在西南老台 所以你都放到南边 我们这个 从新竹以北 是没有军用机场的 你不管桃园也好 新北也好 台北也好 基隆也好 宜南也好 没有任何军用机场 你北边的空房是空虚的 中共讲远战速胜 首战决胜 快打速决 它强调的时间是很快的 竟然我们有空军 当然我们有地团空飞弹 话是没错 你这样子的话 你冲马变少了 你没有飞机 你有弹 但是无机 没有飞机 你就靠弹 将来中共打个电磁脉冲弹 一打你的地团空飞弹 防空飞弹是瘫痪的 所以这怎么办 你连飞弹都没有了 飞机没有 因为飞机很远 在新竹以南 你这样北部空房空虚弹 他就进来了 他陕西战就过来了 就首战决胜 他讲过了 首战决战 他讲过了 所以我们要这一方面 我们要很谨慎 而且我们知道台北市的 因为是政治经济金融中心 你包含总统府 包含五院的院长 所有的各部会都在台北市 包含国防部都在台北市 他一定是 这个斩首就在台北 台北寸土寸金 没有什么银色了 你居然在哪里 没有地方了 你来到大安森公林 还是在大家和平公园 所以他们如果守在淡水河 这边是没有用的 因为他们从空房就过来了 激将就过来了 因为刚刚讲过了 电子卖中央一打 一瘫痪你的地图光防徽弹 激将部队 空降部队 立刻夺取 台北没有腹地 没有军营 你怎么来应变 你外面过来 他把所有的桥梁控领住 把福和桥 我们台北桥 中心桥 关渡大桥 秀朗桥 福和桥 通通控领住 你根本进不来 控领住 关门打狗 会有这种状况 我们作战 一定要想到最坏的情况 然后做最好的准备 是这样子 台北没有腹地 寸土寸金 没有军营 那我们平常是没有战力 战力在外面 那海雷菲池原 已经濒临沉下 沐浴沉舟 形成四十 那你怎么样去改变 所以我们都要做最坏打算 那我们靠350个 挖兵不够了 沸水车星 他来的如果是50架 100架的这个 我们讲到的 那个急降的部队 就是直升机过来 很快的 那过来 从中过来之后 二十分钟都到了 二十分钟都到了的话 100架是2000个人 2000就把台北空下来 后续在这个船在发航 快打速决 他讲过远战速决 他变成仗在哪里打 冰在哪里练 然后讲有讲科技之变 敌人之变 还有形式之变 他都有在说 所以我们要针对的 针对这个敌人 最可能的这种行为 我们要来接到位与筹谋 你这样才能够 有所整备 不是敌之不来 所以我们看 我们目前光拱位台北 我们有短板蛮多的 这短板都没有去做 空防都有问题 现在搞得早一点点来调整 调整部署 强化空防 然后怎么样 敌人可能进行的方向怎么样 我们的兵力够不够反击 这是我们都要去准备的 有这一次看 就是基辅为什么 他没有刚才第一时间拿下基辅 造成旷日费死 而现成现在的 我们讲到的持久战 这个中共一定会去研究的 是 好 问友之哥 我觉得海龙蛙兵那个事情 我觉得有点荒谬跟可笑 你是电影看太多了吗 全面攻占 你以为每个都是 那个里面那个男主角 那叫什么班宁的 一个人就可以救全总统 全总统府 白宫 305个海龙蛙兵 你要把中华民国保下来 我觉得那根本就是一个 设计设计而已 好像台湾只要有救世主出现 就安全了 大家不会深究其他下面 这些更重要的 有没有战力 我们的兵种 我们的疫情 我们现在四个月 到底能不能训练出 我还没讲到武器 没讲到所有部署 我光讲战力 阿兵哥 就用海龙蛙兵 取代说这些战力不足的事实 就是这些 每个人在天堂路上面滚一滚 靠他们就可以救全台湾 别闹了 你以为全面攻占 每个都可以去拍电影 我觉得我们应该深究了 我刚好这礼拜五 六礼拜天 还跟几个年轻人在讨论 因为我那个时候去当兵 然后他们跟我讲说 我那天要放假 我跑800公尺我受不了 我说你知道我以前月入30万 什么叫月入30万 江上俊一定知道 以前我们常开玩笑叫月入30万 早上5000 下午5000 一天1万公尺 一个月乘以30的月入30万 是 他们光800 测完之后可以放假 他说他跑得要死 你告诉我 有几个海龙蛙兵有什么用 我觉得那是全面的战力 跟洪仲秋事件之后 我们对于整个部队不敢操 不敢把这些年轻人 战力往上提升 你没有看现在的年轻人 我讲比较白的 是50岁 我50岁这一个 你没有看我们这些 大概胸膛 肩膀 都有一个相当的程度 因为我觉得现在韩版的人 非常的多 请问一下你福利影声 有办法做300下吗 那你要跟我讲救台湾 救中华民国 我觉得所有的 那个agenda setting都不对 然后那个蔡英文 那个共低低飞东营 军方研判迷航跟上下 现在不仅阿兵哥这些训练 被蔡英文害死 你这种该做的不做 不该做的做一大堆 现在他不是在干这种事情吗 什么叫不该做的 ADIZ这个东西 本来就是想象出来的 你每天超死这些空军 然后再跟大家讲 你看看我们共军经常扰台 然后真正的该做是什么 共军低飞东营 你跟我讲那个叫迷航 侵入我们领空 你跟我讲叫迷航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军事 被蔡英文搞得乱七八糟 从军力跟部署跟策略 完全没有真的在保护台湾 教授怎么看 事实上我们的国防政策 过去十几年当中 都太乐观的评估 我们本来是六十万大军的 现在我们现在十几万军队 过去蒋先在的时候 蒋公在的时候 金门跟马祖是部署了十万大军 当时美国的很多的建议 尤其在1958年823炮战之后 就是你把这么多的部队 十万部队放在外岛 万一守不住的话 你台湾的军力就受到重伤 所以我们现在看他外岛 我想最多大概就是七千人 然后有没有必要把这个 现在目前有的最精锐的部队 放在外岛 这也还是可以讨论的 就是地面作战部队 另外就是讲全民国防